4月7日80至8日80开展的最新一轮 覆盖社会面全员核酸检测已经完成 按照国家疫情防控有关规定 经过对检测结果的综合研判 吉林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判定 吉林市已经实现社会面心灵目标 截至4月7日24时 吉林市累计报告本土感染者26462例 其中确诊病例13517人 无症状感染者12945人 吉林市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 是吉林省疫情防控取得的具有标志性的重要成果 进一步鉴定了全省上下 战胜奥密克戎病毒 夺取全面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酸检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酸检测